新命記16章16節 你一切的藍丁要在除教節 七七節,朱鵬節 一連三次 在耶穀華里神所選擇的地方朝見他 卻不可兇守朝見 若是3600年前 神殖摩西在以色列律法當中定下一連三次 以色列人需要從四方歸到耶路撒冷的聖殿裏面 守三大節旗 包括 春節時所收的如月節 包括如月節 徐教節 初熟節 及五秦節 又稱為七七節 同秋節時所收的最後節旗 就是駐鵬節 包括 吹角節 屬聚日 駐鵬節 自古以來 舊約時代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是按著律法 每連三次遵守摩西從神所頒布的節旗 成為永遠的定例 因為節旗就是神創造給人類歷史的時間表 踏入新日時代 實在 在人類歷史當中 首兩大節旗 如月節和五秦節已經準確應驗了 在二千年前 主耶穌基督按著應許降生在世 在如月節當日 按著神的計劃 主耶穌基督 為救贖世人的罪 釘死在十字架上 聖傳救贖 約翰福音十三章一節 如月節以前 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侯到了 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 就愛他們到底 約翰福音十九章十四至十六節 那日是預備如月節的日子 若有五正 彼拉多對猶太人說 看啊 這是里門的王 他們哭著說 除掉他 除掉他 釘他在十字架上 彼拉多說 我可以把里門的王釘十字架嗎 祭司長回答說 除了海撒 我門沒有王 於是彼拉多將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 及後 在如月節後七個安息日熱日的五旬節 有稱七七節 按住神的計劃 五旬節 就在聖靈臨到新約教會 門徒都被聖靈充滿 使徒行轉二章一至四節 五旬節到了 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 充滿了他們所作的屋子 又有舌頭與火焰顯現出來 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按照聖靈所持的口才 說起別國的話來 縱使 如月節和五旬節的實質事件 經已應驗發生了 但是 作為新約時代的教會和基督徒 亦應該持續遵守 以色列七個節旗的聖經教導 正如第一個節旗 如月節 就是主耶穌基督 在如月節當日成全救贖 並且為此 在前一晚 和門徒設立了舊藥以外 一種新的禮儀 聖餐 因為新約聖徒首聖餐 是代表我們接受主耶穌基督 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的個人救主 主耶穌基督 藉著一個餅 表明我們在主耶穌基督裏成為一個身體 過臨多前書十一章二十三至二十六節 我當日全給你們的 原是從主令受的 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 拿起餅來 足謝了 就抹開 說 這是我的身體 為你們捨的 你們應當如此行 為的是紀念我 飯後 一朝讓拿起杯來 說 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納的新約 你們每逢學的時候 要如此行 為的是紀念我 你們每逢吃者餅 喝者杯 是表明主的死 值等到他來 所以 在新約的基督徒 都必須遵守如月節的聖餐和抹餅 使徒行轉二章四十二節 到行心遵守使徒的教訓 彼此膠節 抹餅 祈禱 使徒行轉二章四十六至四十七節 他們偏偏同心合意 行設的再念裡 且在家中抹餅 存著歡喜 誠實的心用飯 賺美神 得眾民的喜愛 主張得救的人 天天加給他們 第二節期 徐教節 徐教節 就是將我們心裡所有的舊教 惡毒 邪惡 私慾 罪惡和污慰除掉 好讓我們過一個聖結的生活 馬荷福音八章十五節 耶穌祝福他們說 你們要謹慎 防備法理賽人的教 我希律的教 哥林多前書五章七至八節 你們既是無教的面 應當把舊教除淨 好使你們成為新團 因為我們如月節的羔羊 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所以 我們守這節不可用舊教 亦不可用惡毒 或作陰毒 邪惡的教 只用誠實真正的無教餅 第三個節期 初熟節 主耶穌基督在初熟節當日復活 其中 新約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禮儀 浸禮 就是預表到新約的基督徒 跟主耶穌基督一同埋葬 和和祂一同復活 哥羅西書二章十二節 你們既受洗與祂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與祂一同復活 導引順那叫祂從死裡復活神的功用 第四個節期 五秦節 按住神的計劃 五秦節就去聖靈臨到新約教會 因此 新約門徒都需要按住聖經的教導 天天被聖靈充滿 及說謊言 在靈內託告 使徒行轉十三章五十二節 門徒滿心喜樂 又被聖靈充滿 以弗所書五章十八節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蕩 乃要被聖靈充滿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十五節 這卻怎麽樣呢 我要用靈禱禱 也要用悟性禱禱 我要用靈歌唱 也要用悟性歌唱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十八節 我感謝神 我說謊言 比你們眾人還多 由大書一章二十節 親愛的弟兄 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聖靈女託告 羅馬書八章二十六節 放且我們的軟弱 有聖靈幫助 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样託告 只是聖靈 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 替我們託告 顯然 守四個節旗 包括如月節 徐教節 初熟節 和五巡節 所有身處新約時代的門徒 都無必持續遵守以色列節旗的教導 這個是由新約教會成立至今都一直遵守的 這樣 在餘下的三個節旗 包括吹角節 宿醉日 朱鵬節 新約門徒 豈不是應該同樣繼續遵守? 這最後的三個節旗 吹角節 屬聚日 朱鵬節的目的和意義 就是提醒每一個時代再世的基督徒 應當時刻警醒 預備主耶穌基督隨時再來 因為以色列七個節旗的真理 是神從二千年前開始 吩咐以前所有的信徒無必進行 直至主在回來 故此 身處啟示錄時代 這最後三個節旗的基督徒 八至四節八至十節 有人以為他是擔言 他們們自己明明曉得 主的日子來到 好像夜間的賊一樣 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 再禍忽然臨到他們 如同燦爛臨到懷胎的婦人一樣 他們絕不能逃脫 但兄們 你們卻不再黑暗淚 叫那日子臨到你們盡察一樣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 都是白皺之子 我們不是熟黑夜的 也不是熟幽暗的 所以我們不要睡覺 像別人一樣 總要警醒忍受